年长一辈在网络世界起步得迟 但很快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沟通方式 这个图片我会传给其他人 很漂亮的 陈生 给他们的姿态 更有他们独有的语言 下面有认同请分享这五个字 他们一得到这个信息是什么 他们就会有一个动机 去将他们传给他们想要收到的人 他们想看新闻都找到新的途径 是朋友才拿到这些新闻以外的新闻 是他们拿剪刀剪断伙计的手指 有时可能自己说可能就受到别人的质疑 那他在外面去找一些资讯回来 而与自己的理念相同 他们就会很容易就有一个动机 他再将这些信息发放出去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互联网一直以来都是年轻人的主场 不过随着智能电话普及 年长一辈都开始走入网络时代 他们被称为网络新移民 不过这批新移民并没有融入既有的网络文化 反而发展出自己独有的一套语言 想和他们在网络世界接触 就要先学会他们的沟通方式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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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忙啊 区议员陈文华在这一日上午 约了几个街坊喝早茶 和我先聊聊天 个个都按住手机 这些街坊大部分都上了年纪 有人几年前才开始用智能电话 现在个个都变了低头族 现在有了这些很方便 因为我孙子孙女都搶着玩 都是有了这些 虽然已经是同台吃饭 陈文华仍然要在通讯院景的群组 和大家讲早晨 如果个个都这么说 我说不了这么多的嘛 所以我就传给你们 你看陈生的那些很漂亮啊 她的那些 朋友一早起床 睁眼看见你的讯息 漂亮了 她都会觉得很开心 近年通讯院景里面的群组 流行收发这些问好 祝福的图片 发送者通常都是比较年长的亲戚朋友 我今天收到几十个了 因为我每一天都跟他们打招呼 我的朋友啊 家人啊 有五十个的 因为大家 大家日日这样交往 其实如果那一天没有交往 或者是我没有回覆他们呢 我自己好像有些事情没做 这类图片有个别称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名字叫掌辈图 掌辈图 我没有听过 但是也不太明白我掌辈图是怎样的 掌辈图没有统一的定义 但只要在搜寻引擎找掌辈图 就会得出一堆风格相近的图片 掌辈图多数以莲花、像料 或者大自然风景照等等为背景 再配以简单几句问好 祝福语句或者警势格言等等 深受掌辈喜爱 掌辈图的部分大概是因为 会传这些图大概都是年纪比较长的掌辈 所以它比较会传这些早安以后 所以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才被称为叫掌辈图这样子 这里是台湾台东市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是台东县政府社会处 那长青学院这个办理的课程 那我们这个今天课程的名称就是 长青活力一起来 那主要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教大家 做这个这个早安图的部分 就是掌辈图的部分 三年前台湾有媒体报道说 台湾各地的社区中心为掌者开办的电脑班 是掌辈图的发源地 那个软件大家有打开了吗 有 打开了看到了什么 自己选一张想要做的照片 好 有了 有看到一个梯吗 有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字 走 按 有没有 你可以再换颜色 你要什么颜色 紫色 你要紫色 可是紫色很暗 紫色在上面 掌辈图的真正发源地 在哪里很难考究 但正在台东这家老人社区中心 这类课程已经搞了4至5年 导师王健豪说 多年来这里已经累积了很多素材 因为我们会派很多一些随堂作业 让他们回去练习之后就开始一直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发源地 开始一直渲染 开始一直出去这样子 一直往外扩张 一直把这个照片一直传出去这样 这个是今年的屏堂的灯绘 这个是今年的屏堂的灯绘 可以穿圈图里面也可以穿 小孩不会穿这个 那莲花呢 没有 刚好有看到 有拍 其实有拍很多 这些会穿给谁呀 亲戚跟朋友 我可以穿到我们的群族去 台北市长阿文哲的团队 去年都加入制作长辈图的行列 我们其实过去观察到现在 柯P在年轻族群这边受到很高程度的欢迎 但是在中高龄的族群这一块支持度 其实跟对手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 透过早安图来打进这个族群 让柯P可以实际的跟这些族群做一些互动 要发展背图 首先要有台湾最流行的通讯软件LINE的账号 原有的台北市政府的LINE群组里面 多数是50岁左右的族群 去年台湾院市长选举前五个月 阿文哲自行出钱 开通了个人官方的LINE账号 目标是要锁定一些高龄的族群 中高龄族群在这个平台上面年轴度 是比较高一点的 他们不像年轻人可能会去用Facebook 会去用IG 那其实中老年人他们常常就是透过LINE去 嘘寒问暖去做去关心对方最近过得好不好 那早安图是一个他们很特有的文化 不过经过几个月的试验 阿玉案都认为生效不大 这就是柯文哲啊 我对她没兴趣 她赖过来我连看都懒得看 今年50多岁的LINE一直都住在台北 她也都有加入阿文哲的个人LINE账号 你喜欢收到这些政治人物给你的早安图吗 可以接受啊 可以接受啊 对 你会转发给你的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台湾 我转过去如果他是国民党的 我转科匹我会被骂死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政治的意象 我不会乱转 Lily自称是韩国瑜的钢铁粉丝 家任阿文哲的LINE账号是另有目的 我要跟你说 我只接受他的LINE 知道他在干嘛 我要在韩国瑜的群组里面 告诉他们柯P现在在干嘛干嘛 我是奸细 我们要知识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他有些什么活动啊 我只是想收集他的情报而已 Lily认为台湾的老一辈多数政治取向坚定 会改变立场的机会不大 在台湾我们对政治人物喜爱是很分明的 没有模糊的地带 不会说 我觉得柯文哲也不错 蔡英文也不错 没有 一直以来有分析说 长辈图被认为不符合现代审理标准 内容虚空 受年轻人嫌弃 曾经有网民将密件照配上内容重复 没有实际意义的语句来取笑长辈图 但是现今政治气氛对立 年轻人都会利用长辈图作政治动员 在台湾有人设计一系列模仿长辈图风格的图片 上面的文字就是宣传反和平协议 发布的人叫他们做反洗脑长辈图 我们将这些图贴出来 看看长者有什么反应 这样的设计 似乎的确可以吸引到长者注意图片的内容 香港的反修例风波持续多个月 造成社会严重分裂 有年轻人想争取长辈的支持 所以制作了反向长辈图 用他们熟悉的图片和字体设计 向他们宣扬政治理念 旺角的年龙场其实相对比较多 长辈图设计的讯息 你说是否真的没有长辈去看呢 我一定不敢说 因为它的设计本身是可以吸引到长者 用一个最快最简单的方式 去看到上面的资讯 所以都是一个传播的渠道 或者传播的工具 杨启聪认为 要量度这种反攻宣传有没有效 就要看这类图 有没有在长辈之间的群组中流传 长者会认同信息里面 自然就会 可能很大程度上受住 就是说要透过分享 透过将这个信息给多些人知道 如果他本身的价值观 或者对这件事的态度不是 就是持一个对立的情况 就是不认同他 其实根本上去到他那里 就已经是停了下来 所以是否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亦都可以做到一个反攻的状态 得到多些长辈的支持 在这方面我都会有些保留 长辈除了喜欢在群组收发组安足幅图 也都会在群组分享新闻 甚至是秘闻 会不会有问题呢 下一节再看 社交媒体盛行 令到我们每一天都接收到无数的资讯 但当中有真有假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针对社交媒体Twitter的贴文做研究 发现假新闻的传播速度 比真实新闻的流传快六倍 另一个研究说 长辈是其中一个假新闻的推手 你又有没有收过长辈转发给你的防癌秘方 震惊13亿人的避闻 甚至是假新闻呢 社交媒体助长假新闻和假消息的传播 台湾情况尤其严重 于是衍生不少做事实查核的民间团体 我们在这些团体的网站 挑选了五则经核实是错误的新闻 或者是讯息 再请这个长者电脑班的学员帮忙做个统计 有看到这五条新闻了对不对 有了吗 网站上面有 你们看一下网站我们的群组 第一则是说 泰国有两百多个外肢病感染者 将血加在罐头里面 几个人有听过 可以举一下手给我看吗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你相信 好 一个相信 第二则是说 新台币改版需要五百亿元 听过的举手我看一下 来 都是六 会相信的举手 五个会相信 第三则说 一只鸡会打四种抗生素 劝大家改食素 有听过的可以麻烦举下手我看看 好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一个有听过 相信的举下手我看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四则就说 可以见到最多老人家关心和相信的假新闻 是和食物安全有关 而关于政府政策的谣言 选择相信的人比例都比较高 这位男士 每条他听过的新闻 他都相信是真的 因为我会判断 你会判断 我会查证 但是你们也查证的是假的新闻 其实是假的 假的没有人公布 都公布 证实过的新闻没有给我们看 那个政府要负责 不是我们要负责 对不对 政府要负责 为什么有这么多假新闻 他们天天打假新闻 假新闻满天飞 然后叫我们自己去求证 2018年 台湾当局发布一个有关民众 使用网络情况的研究 当中一行包括不同年龄层的人 如何处理网络信息的真偽 结果在50岁以上的人当中 超过四成人都不会去查证 而65岁以上的比例更加超过一半 台湾其中一个做事实查核的平台 在这一天举办了编辑聚会 二十几个参与者在同一个时段 要查核过百条信息 它其实是一则新闻报导 报导说有一个游客在德国做了什么事情 它其实是一个factual的事情 就是某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这应该是可以去查证的 然后去找到里面有其他的媒体报导 例如说像CNN跟Washington Post 这个辟谣平台每个月收到 上千个要求查证的讯息 需要靠群众力量一起去核实讯息的真确性 很多讯息其实网络上就已经可以找到诚心了 所以我们是透过群众写作 因为这件事情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做 或只有某个人独立地在完成 因为讯息很多 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现在是第三年 讯息每天都是不断地在涌入 那可能一个月可能就是一千篇 所以我们会依赖很多很多的志工一起帮忙 这个活动的参加者全部都是年轻人 部分人说受到长辈时常转发假讯息所困扰 比较容易收到讯息 类似一些长辈的闻 然后比如说吃了什么就可以治疗癌症 那种就是可能 但是对于长辈来说 就是以他们的夸动力 可能还不注意去知道说这是假消息 很多假讯息的转发 虽然都是健康饮食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夸张 所以就促成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 一个礼拜他可能会有三次转发假讯息 所以就觉得频率还蛮高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够怪长辈 因为可能长辈他毕竟他出生的年纪比较早 他并不是一出生就知道网络 知道说Google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搜寻引擎 所以他们很依赖的是他们朋友 像是以前所谓三姑六婆 他可能很信赖说 我认识者人跟我说 那个隔壁的妈妈跟我讲 或者是邻居的阿姨跟我讲 像这样的关系 对他们都是一个更紧密的连接 这种情况香港都很普遍 特别是现在正是经历大型的社会运动 每天都有不同的资讯流传 78岁的志鸿 五年前 儿子送了第一部智能电话给他 他就好像忽然发现另一个世界一样 因为他会看很多平时在电视 报纸看不到的新闻和资讯 尤其这段时间 WhatsApp经常收到新信息 是朋友才能拿到这样的新闻以外的新闻 这些叫做 如果是朋友才有这样WhatsApp给我们看 还可以分析一下 原来有些不见得 黑暗的暗示新闻 起码你都知道一下 我都要了解这些内部新闻 这张照片来自他的一个朋友群组 看到有人蹲在地上 前面有一个戴了头盔 穿黑色衣服的人 照片下加了注解 说有人在座敦港铁站派钱 那他没有说是派给谁 没有说 没有说 就是开始凭感觉 当然是派给那些 去做了事 做了事回来的才是派钱 除了看新闻 他有时也会把新闻转发给朋友 比较残忍一点 我就跟人分享一下 我说这些这样的残忍新闻 例如这张照片 说是7月中沙田警民冲突中 警员受伤的照片 清楚看到事主的右手 没了中指第一次 他们拿剪断伙计的手指 直接就咬它 哪有剪鉗 让别人看到这些 都好像一种激动性的发狂 是不是就是这张 但你能看到日期是2015年 那他2015年也不同 可能就是他那个什么 那个日子打错 其实这张照片 出自2015年的台湾新闻 事后网上已经有人发问 澄清不是沙田事发当日的照片 戴志鸿不知道 你先问我 信不信真与假 这些就是不算真 但你不说我都不知道 那就要彻底清楚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是真与假 美国纽约大学 和普林斯顿大学 在今年年初发表共同研究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什么人会分享假新闻 研究发现 年纪越大 越有可能中招 65岁以上人士 分享假新闻的数目 差不多是第二大年龄组别的三倍 研究人员提出两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是长者接触网络时间较短 未必懂得分别网上媒体的可信度 第二是因为年纪大影响认知能力 所以较易相信假新闻 很多时候他一收到一些 跟一些社会重大资讯相关的东西 其实他们都会很紧张 希望他身边的朋友知道 尤其是可能长者老人家 其实都想知道 他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能力 去告诉别人 其实我都可以做到发布资讯这个角色 他们很可能就会很急不及待 完全不需要思考的情况之下 就会分享给他们身边相熟的人 年轻人 你的父母根本没有爱过你 两个月前 这条片在某一些群组里风传 引起很大回响 很多人都罵片中的青年思想偏激 有人提出这段片虽然是叫做自青年 但其实目标受众是中老年 如果是挤众他们的价值观 正正就是一群大人 看到这条片的时候 看到年轻人很激进 他们的价值观 刚才我说过 他们需要和谐 他们需要尽快社会回复平静 可能也有些人 特意去再将那件事的分化 两代的关系会更加对立 也会有人觉得 是否会有一帮大人 他会觉得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外界质疑影片造假 目的是要挑起两代人的矛盾 发布者之后删除了影片 杨启聪认为 社会急于教导长者融入网络时代 大忽略阻教他们 怎样分辨网上的资讯 过往香港要解决数码红沟 尤其是在长者 他们都会集中 有很多的培训班 培训媒体素养 这样的方面 不单单只是透过 很简单几堂教你 如何用一些应用程式 或者教你如何用一些 所谓的社交平台 就能够可以训练出来 又或者是可能连长一点 可能要透过一些 累積很多的经验 才能够可以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去建立到 这些所谓的媒体素养的能力 在印度 因为WhatsApp和Facebook流传 有人绑架和贩卖儿童的谣言 多人被怀疑是拐子佬 而被监生打死 传播假消息的后果 可以很严重 无论在什么年纪 转发任何信息之前 都应该停一停 想一想 今集新闻透视讲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